歌手背后的故事——被黄启山唱火了的歌曲《等待》竟是汪峰作曲 《等待》,永久地等待,树叶绿了又黄你还没来,《等待》,永久地等待,在这世界上,你是我的唯一。 早在歌手还不叫歌手的时候,黄启山演唱的歌曲《等待》,当时黄妈第一场首场就选择了这首歌。 唱完感觉——我草!太强了!无可超越! 《等待》是汪峰18年前创作的歌曲,然后被黄启山收录在《自己2000年只有你》这张专辑里。 一开始这首歌也不温不火,直到黄妈在《我是歌手》上一曲成名地把她唱火了。 汪峰18年前创作的歌曲,当时没钱交房租,只能卖了这首歌的版权,可是如果生活可以,谁会卖掉自己的尊严。 虽然黄启山的高音很厉害,也唱哭了很多人,而汪峰的版本,却更像有故事的人,很值得品味。 等待,永久的等待,树叶绿了又黄你还没来。 等待,永久的等待,在这世界上。 你是我的唯一。 早在歌手还不叫歌手的时候,黄启山演唱的歌曲等待,当时黄妈第一场首场就选择了这首歌。 唱完感觉,火草,太强了,无可超越。 等待是汪峰18年前创作的歌曲,然后被黄启山收录在《自己2000年只有你》这张专辑里。 一开始这首歌也不温不火,直到黄妈在《我是》歌手上一曲成名地把她唱火了。 汪峰说,当时没钱交房租,只能卖了这首歌的版权,可是如果生活可以,谁会卖掉自己的尊严。 虽然黄启山的高音很厉害,也唱哭了很多人,而汪峰的版本,却更像有故事的人,很值得品味。